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YDX实验室,我是歪叔 夏天到了,癞蛤蟆出来了 这是刚刚楼下抓到的一只癞蛤蟆,还挺灵活的 今天我们就来仔细研究研究它 哇,这攀爬能力很强啊 很快就爬到了盒子边缘 哎,跳走了 换个稍微高点的盒子,这回爬不出来了吧 哎,哎,哎,我去,打脸了,这么高都能爬上去 又跳走了 虽然癞蛤蟆看上去肥嘟嘟的,不怎么灵活 但实际上运动细胞相当强悍啊 听说癞蛤蟆有毒,身上会分泌毒液 那今天我们就来尝试尝试 能不能找到癞蛤蟆的毒液 为了避免毒液沾染到手上 保险期间用个塑料袋保护一下手 哎,抓住了 看癞蛤蟆的身上,全是疙瘩 连肚子上都很粗糙 要不摸一下,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这手感怎么形容呢?我想想 荔枝的皮,大家都摸过吧 这玩意儿摸上去的感觉就好像荔枝的皮 毛毛糙糙的 这小腿,比起青蛙腿细好多 所以跳跃能力会弱很多 但蛤蟆的前腿,貌似比青蛙更加发达 翻过来看看肚子 摸摸看 嗯,这肚子也十分粗糙 来,咱们摸个手吧 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癞蛤蟆身上有分泌毒液 是不是要刺激它一下? 好,经过刚刚一番抚摸和刺激 仔细看,它眼睛后面的一条凸起上面 好像有一些白色的液体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毒液了吧 你们说,我用手摸一下这毒液会怎么样? 我会中毒吗? 刚刚我网上查了一下 说是摸一下马上洗掉不会有事 但愿没有骗我 对,三分钟 涂一点到手臂上 然后把手摸到肩膀里面了 就切了一块 另外,手摸到肩膀里面了 先把它摸到肩膀里面了 诶 手臂上好像变红了 说下感受吧 其实没什么感觉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灼烧感 其实说灼烧感也说不上 只是有点热热的 我也不确定这是不是心理作用 也可能辣蛤蟆毒素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刺激吧 总体没啥感觉 但我还是不建议大家用手去抓辣蛤蟆 应该也不会有人跟我一样无聊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那么一点意思 那么给我点个赞应该不过分吧